疫情期间为了提醒民众做好自我保健 台北市议员张茂南特别结合台北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团队 来到信医区加薪里进行中医疫诊咨询服务 张茂南议员的女儿张文杰要接棒父亲投入年底的市议员选举 张文杰与服务团队也来到现场 亲自奉上县主的防疫茶给社区长辈 并发送防疫小物 提醒民众疫情期间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第一个我是台北市中医师工会的顾问 那么长期跟中医师都有一个非常好的默契跟互动 那我觉得现在是疫情比较严禁的时间 那大家都知道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中医的青冠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觉得说后疫情时代 中医其实在疫情方面可以为民众带来很大的注意 所以因此今天我认为说让中医师工会 由零年前理事长亲自来为市民朋友服务 展现中医师工会这种亲民跟与民众站在一起的决心 以及让中医药的这种药力能够受到民众的青睐 以及受到民众的信任 我想这就是我们让中医师工会来参加基层的一种疫诊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跟意义指标 我今天请到的是我们中医师工会的专业团队 是由中医师工会的理事长本人 还有副理事长还有专业的中医师团队到我们的加薪里 然后带给我们的民众做一个中医的疫诊服务这样子 我想这个时候其实民众们也很想要说 可以尽量赶快的疫情结束赶快外出 但是困在疫情实在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结束的情况之下 那我想除了疫情能够主动赶快消失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更主动的是可以知道说 如何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那你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等于保护好自己也保护了别人 那这个疫情跟你就会比较远离一点 那我想可以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间 做这样子的服务是对大家最有帮助的 所以我今天邀请了我们加薪里政治要领长 还有我们张茂南议员的团队 那我们就带来这个专业的中医的疫诊防疫的咨询这样子 有这个口罩还有随身携带的酒精喷瓶 现在这个最实用的要送给大家 谢谢你好 那除了这个中医疫诊跟防疫咨询之外 我自己也知道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很严重 大家出门又怕 不出门又觉得好像困在家里很闷这样子 所以我也准备了这个防疫的小物 有这个防疫口罩 医疗用的口罩 跟这个随身携带的酒精喷瓶 要送给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部分都是会问说怎么样可以保护好自己 尤其是免疫力的这个部分 因为病毒它说来就来 但是如果你自己自身的免疫力很强 那你就可以比较不会那么害怕病毒 尤其是家中如果有小孩跟老年人的 那这个更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都照顾好 你才不会说因为小朋友他现在还那么小 可能一两岁的小孩他没办法打施打疫苗 那有些长者他也可能没办法外出施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就把这个自己的自身照顾的更好 那就可以保护家人这样子 对所以大部分就是会主要就是说 如何防疫如何自己提升免疫力 如何增加元气 大概是这个方面是会在这个疫情之间 最大家最想要知道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在这里我也请我们大家说 让少年人有机会接棒服务 科学医院对人民的热忱 我们政治医院里长非常热忱 所以今天就请我们台北市中医师公会 来这边给大家议诊 首先感谢我们张茂南议员 这一次来率领他的张文杰的候选人的团队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知道之前茂南议员 有这个中医药的背景 所以透过他的引介牵线 来带着我们台北市中医师公会的 这一次由三位中医诊所的院长级的人物医生 来我们礼上做疫诊 那这个尤其是刚刚议员讲的 我们不管是疫情前大家打了疫苗 有非常不舒服的状况 然后再加上我们后来中医的新冠一号出现之后 它带来大家调养上面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呢也有一些所谓的感觉好像比较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这次特别请我们三位中医师来 亲自的来为李明做这个解说 我想这个就会帮忙各位 不仅仅只是用清冠一号 甚至在未来可以用个别式的 去针对自己的身体做调养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的常新冠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 所以说更希望 藉由中医的这个协助 咨询 让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非常高兴受葬医员的邀请 我们来参加加薪里民众的一些活动 包含我们的疫症活动 我们现在疫情期间 民众面对了很多 这个切诊的问题 以及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议员非常地关心 特地邀请我们台北市中医师公会 由我来带领医疗团队来参与这次社区的疫症活动 希望能帮民众解决健康的问题 而且带给大家更好的一个保健养生的一个尝试 在常新冠的后遗症 我们如何来保健我们的身体 有多少中药可以帮忙我们 来改变我们的身体状况 在我任内的时候 我一心念之在之的就是 中医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那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其实我们台北市中医师公会 在林源泉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非常多的病人 透过视讯来做求诊 其实也同样的也花扬了 我们中医中药 中药的非常有效的部分 那我们期待未来像这样的活动 在我们文杰预员未来的继续落实之下 让我们每一间中医师 中医诊所落实到各个邻里向导 成为大家的好朋友 守护国人的健康 还有青岛有时钟 这有的怎么会像这样 气球这样冲起来的感觉 我跟你说那就是消化不好 你的胃没有用 这个年纪的时候 吃东西要煮 不要吃太饭 那吃多少 要还煮什么 就是说 要消化 比如说 我们上一阵子五月坐 那肉粽 煮米都不好消化 那如果煮米漏的东西 肉粽油饭这种东西都要吃得少 三家中医诊所的院长 亲自来到现场 为社区民众把麦疫诊 参加的民众相当踊跃 也肯定这项疫诊服务 要去烤烤 叫我去烤烤 退烤 回去好好照顾自己 很好啊 我们里长很有爱心啊 都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他们把麦的时候 一下子把麦出来 说我心脏比较没有力量 我想想看 好像他拔的还蛮准的 我确实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气比较不足 然后最近运动量也不够 所以我们里长要办运动 还没开课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课 听说快开课了 下礼拜 下礼拜 好好好 我期待运动啊 有那个运动课来的时候 我一定会报名参加 由于疫情还在持续中 中医师团队也提醒民众 要做好日常的保健与防疫工作 加强自身的免疫力 远离疾病的威胁 中医守护 人民健康 中医守护 人民健康 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其次 中医师团队